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Point Up的環節 又是我世榮在季尾的時候 最後一次跟大家說這個Point Up 季初都有的,放心 要做一些功課,季初馬拼 你才知道 那有什麼馬季初會拼季尾呢? 就會繼續拼下去 通常都是一些休息 在季中後段休息完一輪 第一次上來就可以 譬如友誼志豪都是這樣的 季初我想他會拼特首輩 但是有些低班,特首輩是高班 有對手強 低班有沒有些可以的呢? 也有的 未講之前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按右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創買頻道 為什麼呢? 因為暑假有很多節目出的 放心吧 讓我休息一兩天 趕來節目會推出給大家 現在最後一次在季尾開這個肩仔 告訴大家 除了馬成功升居頭場給大家 有些馬都可以給大家看 這場四班千六 翁王快樂 贏不到熊虎之王是影輸 但是你會見到分段時間相當快 連順巴打都已經很厲害 兩win一Q 再放都贏不到起田衛星 放1分15秒6 都不是慢的 我知道那天地快 但你看看第五場四班1650 頭三段放1分15秒1 有什麼可能快過四班 快過二班 就算陳家喜也是 所以放得太快 緊緊拍輸的鼻子 你看看照片 在我右邊 它可以彈掉後面主馬群 而身後那堆馬全部都是後上馬 留意一下 這裡全部都是除了熊虎之王 基本上後面這堆都是後上馬 證明什麼呢? 即是它的放頭水準超級高 你要計算陳家喜的騎工不好 在筆記裡面 我們按回騎士實力未到頂級 按陳家喜的名字 接著熊虎之王也是擺於強手 因為它也是更前跑蝕了 步速的 它屬於快步速下受害者 所以這些馬 下次再出就要留意 它的評分還有上升空間 這些馬還不是老馬 即是比較有前景一點 五歲大熟 它有些特別是貴中休息過一輪 隔了兩個月才出 所以大家記住記下這些馬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稍後會有節目循例在片尾 下次我們晚點再見 拜拜 中文字幕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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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